來替中國兼職正夯 管一夜冒杯 世紀PK戰 管一夜管中敏自當選台大校長後 被教育部質疑到中國兼職 講學 卡管不讓他上位 但新任的教育部長冒杯吳茂坤也不妨多讓 3月16號才宣布他接任新校長 才不到一小時就馬上被網友抓包 擔任過中國西部操導材料科技公司的技術顧問 哎呀看來這區中國當partite正夯啊 蘋果整理兩人資料 咱們來看看誰才是兼職王唄 Round 1 根據網友爆料 管也從2005年起就陸續到廈門大學 提案交大 華中科技大學等校 擔任兼職 其中包括博士生導師 專業措施教授等 族繁不及被宰 也在2007年和2015年的台大個人英文簡歷中 顯示確實有兼職儀式 00種種被指控附中一役共有31項 Round 2 咱們冒杯更是傳奇 被網友爆料 2004年擔任中國西部操導材料科技公司的技術顧問 部公司西北有色金屬研究院生產中國軍用品 但當時擔任前國科會主委的冒杯 被質疑可能涉嫌兼職 違法和泄密 我認明就當場被打臉了呵呵 另外他也被指控在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 中國國家科學研究院擔任顧問 北京清華浙江等大學擔任講座實在好塞雷啊 哎呀看來中國文化博大精神兩位都曾接受 古文化的熏陶呢 至於誰才是簡直王就留給看官們決定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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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